海上看中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宁德 这里是大黄鱼之乡 我是总台记者杨新萌 我是总台CGTN记者赵云飞 我们特意赶在天擦黑的时候 来到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看 大黄鱼是怎么从银色变成黄色的 因为它身体里面还有那种金黄色素 在每一个鳞片下面都有 天色很暗的时候 色素就会大量的分泌 这样盖了黑布 它们一会儿就会变黄 是不是 这样的环境下的话 它等一下那个鱼的话 颜色的话就变成 整条都是进来 接下来我们将会乘小船 到这个鱼排这个上面来转一转 来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海上厨房 尝尝大黄鱼究竟是什么味道了 我来尝一尝 真的很酥脆 所以外面酥酥的那一层皮 然后肉里面是特别嫩的 还有一点质 接下来我们马上回到刚才的鱼排 看这个黄鱼有没有变黄 来来来我们来一块 起鱼起鱼 真的黄了 黄好多 低温的话也会促进它这个金黄色素分泌 所以它低温保存的时候它会更黄一点 这个要有对比 才会体现它刚才跟那个会不会黄得多 渔民的最普通的生活 能够用这样的大黄鱼这样的一个契机 和全世界相联通 没错 特别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 海上看中国 我们明天继续 拜拜 拜拜 拜拜